有一个朋友在我下面留言 就说孙小果 唐山就有一群恶汉 另外孙小果 也是一个在中国大陆 曾几何时都被人拿出来 高调去讲的一个对象 这条谋理又讲了些什么呢 到现在为止 在云南昆明市这个中级人民法院 孙小果是被执行了死刑的 N年前大陆就有一个叫我巴士里刚 那个都是叫狐狡虎威 作威作福 但是他都不是做了什么强奸犯科的东西呢 这个孙小果就真的做了一些强奸 作奸犯科的东西了 看看他的背景是非常之厉害的 孙小果是1977年 他是用过很多曾经用过的名字 1992年的时候 在武警云南边防总队 那里就接受这个叫做任务 是吧叫做train 那他的继父呢 李乔宗就利用担任武警总司令 副务署副署长的职务便利呢 就将他去改了 改他的档案 将那个出生日期就改组 改组了两年 那我不知道改来做什么 可能为了他更加可以早点进入到这些国防编制那里 大家要知道 在中国大陆呢 你一有个什么国家的Title呢 打横行都方便很多的 我有个亲戚呢 在铁路部呢 是做那些普通的职员的 他的车牌呢 他是不用交钱的 那些交通交警那些 是不是 交钱的那些关卡 什么上那些高速公路那些 然后呢 那些车牌呢 是不需要让他进入过去的 因为人家那个是工 就是反正我不知道怎么说啦 有一个位置是知道他是公务人员 讲完 公务人员都可以犯法的 那都可以不用查车啊 不需要啊 吹啊 厉害的吗 那我可以做公务人员的身份问读都可以 我说的是20年前 不要又跟我拗 哎呀 现在不是啊 我那时候知道 我知道是啦 那这条人呢 那个老爸呢 生父呢 就是孙小果的亲生老爸呢 就是在昆明市的公安局呢 做警察啦 是不是 那他妈呢 就是本身呢 又是这个 公安局官道分局的警察啦 那他的继父呢 就更加是军人啦 职业军人的副总司令啦 全部都是有名有姓 就是有三官半职啦 那就看这个人做了些什么 这个孙小果呢 在1994年的10月16号呢 就跟个朋友呢 就联同四个社会无业青年呢 就开着车 好像那些American Pie那样啦 是不是 就周围吃玩一下 哎呀 看看有没有美女啦 在昆明的环城南路呢 就强行将两个妙龄少女呢 就拉上车 拉了去这个六公里外的地方呢 将他们两个女孩轮奸 就是六个轮两个 1995年12月呢 孙小果呢 就犯强奸罪呢 就被这个云南昆明市的人民法院呢 就判了三年 但是呢 他是不服啦 上诉啦 最后呢 竟然呢 他老爸老母将帮他偽造病历呢 就帮他非法取保后审啊 就是保害就医啦 就是叫做叫做什么 曾蔭权那些呢 坐下坐下监又说身体不舒服的那些呢 就将余客 他本身判了三年嘛 大家啊 我忘记大家懂不懂减法啦 有两年四个月又十二日是没有坐监的 就是他扮病啦 就坐了大概是幾个月啦 就拉回来了 那就拉回来了 大家不要忘记1994年他轮奸 1997年12月22日 即是在短短的两三年之间 他还要是坐了半年的阴工 孙小果是以这个涉嫌强奸罪啦 强制侮辱妇女罪啦 故意伤害罪啦 尋印之事罪啦 就再被人拉 真是很夸张啊 这个人 1997年4月呢 他做了些什么坏事呢 为什么他第二次再被人拉呢 三年都不够 是吧 94年的10月到97年的4月 他在云南昆明市一间 在这间宾馆里面呢 孙小果呢 是叫他几个朋友啦 姓马啦 姓康啦 姓韵啦 等人呢 就将这个15岁 还没刚刚可能僅僅够15岁 一个姓宋的女孩 不准这个女孩回家 带了他去他 打完牌之后呢 就夹了这个女孩 去一个宾馆的房里面 在多人在场的情况下 即是他是吃头淡汤啦 不理这个姓宋的15岁 这个女孩激烈的反抗的情况下 强行和他发生性关系 那除了强奸 还有没有其他罪可以打入的 他应该是有使用一些暴力 禁固他人的自由 是吧 唉 真是不知道怎么说 那在1997年的6月 同一年的两个月后 这个孙小果等人呢 再一次呢 在云南省的昆明市国防路 大明星太弱空城 和这个姓张的女孩 当年是17岁 他和吴亦凡是朋友 他们真的觉得 啵啵啵是 是正的 未成年那些是最正的 那姓张这个女孩 是未够17岁 和他朋友是姓赵 他孙小果呢 整班朋友又是一些什么二世组呢 就是抓这两个人呢 去一起吃宵夜 是不懂的 大佬 就是和昨晚那件事是一样的 我不懂你 你是强行走来摸我 然后 到了最后那班人 抓个女孩出去打之余呢 我见他是越拉越离开 这个镜头的监控范围 好明见他是想抓他走的 那这个孙小果是继续抓这两个人去吃宵夜 及后又将两个人带去一些宾馆 其实他去来去都是同一间宾馆 一个房里面就强迫其中姓张 17岁的那个 和他睡同一张床 又是再次了 在多人在场的情况下 不顾对方的反对 强行和他发生性关系 唉 再第三次了 1997年的6月4日 即是和他第二次相距是三日后 孙果果呢 将他在学校的一个15岁的女孩 和同年当年只有13岁的另一个女孩 又是两个女孩 叫他去这个宾馆吃饭 然后去这个宾馆的夜总会玩 期间呢 多次提出那两个女孩 已经多次提出要回家了 那这个孙小果就嘔打 威胁 不准两个人离开 凌晨的时候 又再带去这个宾馆强奸 唉 第三次了 原来还有第四次了 6月17日 即是他是1997年的6月1 6月4 6月17 再带一个未够14岁的女孩 去一个宾馆 又是强迫发生性行为 很夸张 即是和吴亦凡呢 大家看看这个孙小果 如果他是1999年3月9日 他一审的时候是死刑 他提出上诉是改判死缓 那现在呢 最近呢 是判他有期徒刑20年 那在2010年呢 他出了狱之后呢 他再犯事了 是吧 领导黑社会 恶性组织 开设赌场 沉印之士 非法拒禁 故意伤害 妨害作证 行溃 再被判有期徒刑25年 真是好东西 即是家里有人呢 无论你坐几次监也好 出来都是一条好看 那大家都想想 吴亦凡大概判几年 喂 那其实这些人呢 就是我们香港 那么多年来 统称为的监等 什么意思监等呢 他是有背囊的监等 他不是那些没有背囊的监等 这些人就是说 他无论坐几次监也好 他都是会回来的 即是他的命就在监狱里面 他应该在监狱里面 度过他一生的 有些人真的是的 不断坐完监 不怕 出去两三年 一两年又犯事 又跑进来坐 坐到都习以为常 好像回到乡下 探亲 这就是监等 这些人就是天生就是监等 神经的吗 我真的想象不到 尤其是你讲九几年的大陆 他不是啊 他九几年是第一次犯事 但是讲的是强奸 那时候在大陆呢 这些女人的价值是低于杯面 就是你有钱 那可能几十元你都找到 尤其是你这么偏远 某些女孩 有些外资村是找到的 但是不能够以偏概全 你是不是想我又被人家 不是啊 那是二十多三十年前的大陆 但是这个贸礼是坐完牢之后呢 就是讲讲那些十几年呢 又扣刑期 扮一下病啊 出回来啦 他最后呢 被人判了死刑的 已经是2020年的2月20日 执行了死刑的了 但是很明显 为什么他会不断犯事呢 加利路人啊 那我们就讲一下另外一件 都是很迟的 我又想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一件 我就觉得 如果是你 会不会 我觉得我跟你都会有这样的可能 会犯这一件事 在陕西 又是在一些夜晚宵夜啊 地方可能是又有三杯 这样的黄汤落肚啦 那有三个男孩 很明显就是那些dp了猛 就是一些烂淡淡的 煤淡淡的边缘人士啦 那有三个男孩呢 那有三个男孩呢 就坐在隔壁 那我先讲一下背景 有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其中一个呢 那女孩是其中一个男孩的老婆 就是我们A台呢 有三男一女 那女孩应该漂亮啦 另外一台呢 在隔壁呢 就是三个男人 那她是B啦 那那男孩呢 那三台男呢 就在那吹口哨 那一开始大家都没事的 那女孩那台都是 叫做不是那么难答答啦 正常人啦 就觉得 哎 你们喝醉酒就算了啦 怎不知呢 原来山水有相逢喔 去拿车的时候呢 撑你的废啦 走的时候又遇到喔 在大陆是不是 我不知道啦 有车就绝对不是那些阿寿阿茂 不是说半个崩都咬不出那些 那在拿车的时候呢 那三个男人呢 那三个男人呢 就再一次呢 撩这个女孩啦 就打算走过来撩啦 那三个 就是有带着女孩 那三个男孩呢 就哎 都是不要搞那么多事啦 那就上车走啦 那就上了车啦 那你这样被人撩 当然把嘴巴都觉得 哎 不想平白的 被你受辱啦 就骂了他几句 就骂了他几句 就骂了啦 怎不知那三个人呢 就是不要说得理不饶人 没有理都不饶人的 自己刺别人不追究呢 他不是觉得你高台贵 是觉得你怕死的 你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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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鬼孙子 他就开一架车来追 追那四个人 带着女孩 女伴那三个人 他是 强行超车 别车 中国大陆的别车 就是我杂你啦 是吧 香港的咳车 是啦 我就一下子拦下你了 还要是超速啊 拦着你去路了 逼你们下车 然后那三个男人 其中一个 迫在裏口 deck 那一把女孩子 他现在已是很有ля 像荒山烧烤店的恶性事件一样 你不让我聊 我就这样靠你 我不用跟你吓起 你有男人是怎样的 我打你就打你 我不用跟你说 说耶稣 在这个情况下 那三个男人就不再忍了 最后 但是 最后的时候就是 那三个聊人的男人 有一个男人被人打死了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 打人的三个 即有女伴的三个 叫做防卫智慧过当 我又觉得 我已经是一忍再忍再忍再退 为什么你们都可以这样 最后 我不知道是不是动手过重 还是我本身我们好打 你那三个是三脚猫功夫 我打死了他 他这样是撩我 然后再来打我的女伴 然后再来追车 都可以说我是防卫过当 我真的不懂得说 大家如果有这件事的follow up 又或者有其他的见解 也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好了 今集分享到这里 拜拜